读美国热点话题 借当前最新动态 这里是读街美国头条 我是子萱 克罗拉多州 克罗拉多全市警方20日表示 19日临近午夜的时候 一名枪手闯入一家名为Q俱乐部的LGBTQ夜店发动枪击 造成至少5人死亡 25人受伤 之后 至少有两名顾客挺身而出 与名为安德森里·阿尔德里奇的嫌犯搏斗 一人从阿尔德里奇身上拿到一把手枪之后 开枪将其击倒 因为这起枪案 hashtagLGBTQ的话题登上推特热搜第一的位置 克罗拉多州全市警察局长阿德里安·瓦斯奎兹表示 调查人员仍在努力确定枪案中所使用的武器的所有者 警方还表示 包括险犯在内的伤者都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同时补充称 不是所有伤者都受到枪伤 另外有信息显示 阿尔德里奇去年曾因为用自制炸弹 威胁自己的母亲被捕过 一项新的民调显示 在中期选举结果好于预期之后 拜登在民主党人中的连任支持率明显上涨 而特朗普在共和党人中的支持率有所下降 相信拜登能赢得下次总统大选的民主党选民人数升至71% 比8月份民调60%的支持率飙升两位数 特朗普在共和党人中的支持率则有82% 下降至75% 猛烈的暴风雪袭击了纽约部分地区 给伊利湖和安大略湖以东的城镇带来了可能创纪录的降雪量 纽约州州长霍楚在2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这是一场历史性的风暴 毫无疑问将载入实测 霍楚还部署了大约70名国民警卫队队员 帮助一些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清除积雪 马斯克19日宣布 在他发起的一项在线调查中 大部分投票表示支持之后 他将恢复前总统特朗普在推特的账号 特朗普的账号在不久之后被恢复 但是之后特朗普表示自己没有理由重返推特 暗示自己仍将使用真实社交平台 众议院手术党领袖麦卡锡重申 如果他在下届国会成为议长 他将罢免民主党众议员埃里克·斯瓦尔维尔 亚当·西夫和伊尔汉·奥马尔等三人 在各自委员会的职务 他表示解除斯瓦尔维尔和西夫 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职务 是因为他们有偏见 他还称奥马尔在外交事务委员会的职务被解除 是因为他过去曾发表过反忧言论 以上就是本期的读解美国头条 我是子萱 感谢您的观看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并且订阅 美国中文广播电视频道 获取更多精彩内容